好那大家好 我是林高贤刚刚有介绍到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那我今天很开心 能够担任今天异词的这个演讲的主持人 那讲者呢其实就是异词 异词他现在是波士顿大学的 发展心理学的第四年的博士候选人 然后他的研究呢 主要是利用双胞胎研究 对学龄间的儿童 麻布无情特质的发展 做相关的讨论 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经营呢 跟环境的影响 那他还有他也特别的探讨 在家长教长的行为 跟儿童异怒特质 跟麻木无情特质之间的关联性 那意思他当然就非常优秀 那是我们在SRCD 我们一个所有发展心理学者的 一个共襄盛会的一个大会里面呢 他是这个会议里面的 优秀青年学者的陈胜军 比如说去年呢 2021年他就 不是去年是两年前 因为我们这次每两年会开一次的会议 他就是就曾经是获奖的 而且还被排名在第一个 优秀的获奖者 然后甚至呢 他除了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之外呢 他其实也获得了教育部在110年学年度的 游学金的奖学金增士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国师生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他 来为大家来分享他的相关的研究 那我就当然就不继续多说了 马上就把我们的舞台交给一词 来分享你今天的研究 谢谢 大家好 所以这样子听得到的 有声音 OK 没有问题 好 大家好 谢谢高显 丰富的介绍 刚才说不要讲第几年 听起来比较老 我现在在布顿大学间分达吸引学 然后我今天会讲的是儿童麻木勤特质 就是Cause of Unemotional Behaviors 然后就感觉在中文好像比较没有人翻译这一块 所以等一下就会用麻木勤特质这个翻译 对 那就从这一开始讲起 就是大家可能通常是在影剧作品里面看到一些 好像是反社会人格的一些角色 比如说We need to talk about Calvin 他主要是讲就是一个妈妈跟一个男孩故事 然后那个男孩就是他在发展过程中就是各种 没有给父母正向回馈 然后就知道很多问题 然后造成就是妈妈心理压力很大之类的故事 然后所以大家应该就是 不多说了会看到这样子的人 就部主管是在影视作品中 或者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会看到这样子的特质 那就是在如果是台湾死法案件上面的话 就也有一些案件的犯罪者 被诊断出有反社会人格的问题 对那这样子就导致我最想要问的问题就是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就是人到可能成年的时候 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 好 那我大概用了几个词 就是大家可能通常会听到像什么 Psychopath Sociopath 然后或是反社会人格 就这些词好像被很 interchangeably的使用 但其实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他们的definition 他们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譬如说Psychopathy 他主要讲的是 他们对于别人的情绪 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没有什么同理性 所以就是导致他们做出一些 犯罪行为的时候 他们的最主要的动机 是因为他们可能在学习的历程中 不理解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然后为什么这样做 都别人会有这样子的反应 那Sociopath的话呢 他们比较像是 他们可以理解别人 为什么想这么做 他们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做 之后别人会感到 就是沮丧或者是不开心 但是他们是为了想要 冲撞社会的体制 然后比较对于 违反社会秩序感到快乐 然后就是这张图态 这张图态其实有讲述 就是他们的socialization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那Antisocial Personality 它是一个被归类在 DS5里面的精神疾患 所以就是在精神疾患里面 主要讲的就是这样子的特质 会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愚人交往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可能没有办法 长久持续做一份工作 就当他们在生活上 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们才会被诊断 违反社会人格 那大家就可以反过来想 那所以psychopathy作为一个特质 它其实并不代表 它一定会有一些负面 生活上的影响 有一些人 他们其实可能在自己的领域 是蛮接触 譬如说像律师或者医生 就是可能这一类的工作 他们的专业上面 需要他们可以跟情绪 做一点切割 那可能他们这样子的特质 是适合生认这样子的工作 好 那在发展的早期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 主要会着重在psychopathy 然后在二通早期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一些迹象 就是可能跟往后继续 如果他们继续发展这样子的特质 往后可能就会发展出psychopathy 譬如说他们可能就是 会没有什么罪恶感 然后也没有什么同理性 然后shallow effect的话 就是他们的情绪表现上面 其实不太明显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是 因为大部分研究是 研究了可能两岁以后的小朋友 但是有一个研究 他们就是在看六个月的小朋友 然后就发现他们 其实在面对刺激的时候 你去看他们的biomarker 比如说肤电反应 心跳呼吸 他们其实是有反应的 只是你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 看不出他们有情绪 那你也可以想 这样子的影响 可能就是长时间下来 他们没有面部表情 没有去沟通他们的情绪 然后他们的生理 可能也就渐渐的习惯 就是好像有刺激或是危险发生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然后就逐渐走向 就是有点像psychopath的特质 然后另一个特质的话是manipulation 就是会操控别人 然后为了自己的好处 那这边大家不要紧张 因为两到三岁的小朋友 他们有时候会假哭 我也要吃糖果 然后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谎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发展的状态 因为代表说他们的认知 其实是有办法去handle说 他们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 他们知道别人不知道什么 他们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情之后 别人会怎么样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认知上的里程碑 但是如果这个现象持续发生很久的话 那他们就可能有一点psychopath的特质 对 然后就是关于自我中心 或是自恋的倾向 其实也是特质的一部分 所以在小朋友层上 我们去准备这些特质 我们就会把它统称为 cause unemotional trait 或是behavior 然后中文的话就是麻木性特质 那trait的话 主要是在讲它是一个比较consistent的概念 所以在就是年轻一点的小朋友 譬如说两岁三岁 我们其实不会想要用特质去称呼它 会把它称作为一种行为 那如果你用行为去看待它的话 它就变得比较可以改变 所以就是在想intervention 有什么可以做的这样子 对那大部分的文献是指说在两岁的 差不多在两岁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小朋友陆续有这些行为产生 然后这个paper它写了一些 就是在人类一生之中 cause unemotional trait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就是哪一些是risk factor 或是protective factor 那从妈妈怀胎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些基因上的特质 譬如说我们知道反社会人格 它是有一点基因的成分 然后它有时候可以pass down 到它的小孩身上 所以然后你也可以想 妈妈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格 她在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 她可能就是比较没有温度 然后比较不会去注意小朋友在想什么 然后或者是 小朋友也可能会学习妈妈这样子的行为 或者是爸爸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这就是一个潜在的risk factor 那在婴儿时期呢 就等下也会讲到一些儿童气质的部分 那主要就会着重在他们就是 fearlessness 就是大胆无惧 然后或者是他们也不太喜欢 initiate social interaction 然后会避免跟人的接触 那如果小朋友展现出这样子的样子 通常环境的人也会觉得这个小朋友好像不太想跟他们建立连结 那他们跟小朋友互动时间可能会减少 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risk factor 然后到早期的婴儿时期 就是到他们 早期的婴儿时期 等到他们开始要发展出同理性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互动的一个因素 那他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 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在往后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他们只会就是越来越偏向缺乏互动的这部分 对然后就是这些情况如果没有被早期发现 然后接住的话 他们可能在青少年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 更like risk picking 的行为 譬如说尝试药物滥用 然后或者是在性行为上面 就是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那在更后期 就是到成年的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犯罪行为等等 好 所以前面是有点沉重的背景介绍 然后再来后会讲一下我用的研究方法 所以刚刚刚上有提到我做的是双胞胎研究 那双胞胎研究 我们除了研究基因之外 我们其实同时也研究环境的影响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就是两年前的 那个影响有比较想尽的解说 那基因的影响呢 所以双胞胎我们有 同乱双胞胎跟异软双胞胎 那他们在基因上 同乱双胞胎是share 100%的基因 然后异软双胞胎就是 和其他的手组一样 share 50% 就平均上来说 但优点是他们同时出生 所以他们成长的时空环境就会相同 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control 那基因的影响 最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 他们基因上的相关度 跟他们行为上的相关度 是有连接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行为背后 应该有一些基因的成分存在 比如说如果同乱双胞胎 比较 有一些比较相似的部分 比如说他们的身高体重 这些生理上的特质 也是比异软双胞胎来说 还要更相似的 那我们就会说 身高体重这个 这样子的特质背后 就会有基因的成分 然后heritability 它指的是说有多少的variation 在我们研究的特质里面 是可以被基因所解释 那环境的部分呢 我们有讲到shared environment 就是我们知道有些环境是共享的 尤其在双胞胎 他们可能成长在一样的社区 可能家长性一样的信仰 然后可能就去了一样的学校 那这样子共同的环境 接受一样的课纲 这样子共同的环境 会使得双胞胎 他们在行为或特质上 趋近与相同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shared environment Non-shared environment 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个体 他们终究还是会有 自己个人独特的特质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有 结交不同的朋友 然后发展出不同的兴趣 或者是可能一个人有得 COVID一个人没有 那这样子后续的发展 就可能会是一些 没有共享的环境因素 去解释他们的发展行为 然后这个是basic twin model 所以就是我们会 收集好几百对的双胞胎 然后我们会去用基因 然后shared environment 跟nashared environment 去预测他们的行为变异 那我们的model就是 假设如果他们是 同然双胞胎的话 就是monozygotic twin 那他们的基因的factor 应该是百分之百相同 所以我们就会放 1在他们的correlation 那如果是易软双胞胎的话呢 就是平均上来说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 那个statistical power 蛮重要 就是要一定读到的 样本数 才可以去做这样的假设 所以他们在平均上 是shared 50%的基因 那环境的部分 如果是共享的环境 因为我们不管是易软双胞胎 或是同然双胞胎 都是在同样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所以我们对于环境的 共享环境的假设 就是correlation是1 那如果是不共享的环境的话呢 因为他们就是独立于个体的 所以他们中间就不会有任何的correlation 好 那我今天会讲的是 在早期儿童 早期儿童时期 蠻木屈特指的etiology 就是基因跟环境怎么影响它的 然后我也会讲到 CU traits跟parenting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behavioral problems 那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是怎么测CU的 那主流应该是两个方法 应该就是用CBCL 它是一个比较早被发展出来 然后有研究者发现 里面的五个item是可以蛮有效的去建构 CU这个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近期的 它叫ICU Inventory of Causes on Emotional Traits 然后它就是专门在研究CU的一个量表 然后因为我们的data收的比较早期 所以我的研究里面是没有ICU这个问卷的 好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问题 大概就是问什么就是 没有什么罪恶感 然后如果就是触发是没有效的 那我们等等也会讲到 他们在学习上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不害怕 所以你给他们一些威胁 他们其实其实不会pick up那个威胁 然后也不会因此改变他们的行为的 然后它的分数是可以从0到10分 那我们在社区就是random sampling 就不是那种clinical refer的样本里面 看到的分数其实range也是从0到9 就是间距是蛮大的 那这个是我们实验室之前的研究 他们看来是两到三岁的麻木物型特资 然后就是用了双方单研究去看 基因跟环境怎么影响 那首先就是shared environment 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好像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样的特质 会让人一样变得麻木无情 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 会让人变得像psychopath这样子 然后呢有趣的地方应该是基因 上来说在两岁的时候发现的 就是可能activate的那些基因 是有延续的效果去解释三岁的CU trait 然后同时我们也有新的基因 可能被表现 可能被activate 可能表现在他们脑部发展之类的 如果它是跟同理性有关系 就可能有一些social brain的发展 没有那么坚全 所以这边我们有看到一些novel effect 就是基因跟环境 对于他们在发展上的变异 是有一些contribution的 好那这个研究他看的 因为他只有两个时间点 所以他看的其实是rank order stability 跟instability 那他讲的就是说 一个人他在每一个年里面的percentage 是怎么变化 但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 overall他们的CU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所以呢我们就用了新的dataset 那这个dataset里面有三个时间点 那然后我们用了Lentern Growth Model 去提取出两个成长中的characteristic 一个就是有点像baseline 就是你的起始点是高的还是低的 然后再来是随着时间 你的CU是增加还是减少 所以你就是跟你自己比较 并不是说你在population里面站在哪里 好 所以所以我们就会有intercept 就是baseline 然后跟slope 就是看它怎么随着时间变化 然后这张图的话呢 它是每个人estimate出来的限 所以就是三岁四岁五岁他们是怎么变化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个体差异 就是从起始点来说 也不是每个小朋友的起始点都在差不多的位置 有小朋友就是非常非常高的CU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有的小朋友 他们是就是一路维持着这样子很高的CU 有的可能是比较快速的下降 那大部分的小朋友其实就是低的CU 然后缓慢的下降 这样子 但你也可以看到有些红色的现象 是他们的CU突然就增加的比较快速 那这些小朋友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想要担心 就是就会好奇中间发生什么事 或者是为什么这些小朋友的CU一直维持这么高 所以Phenotypic model就是看出他们的个体差异在baseline跟slope 那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去探讨说这些原因 造成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基因还是环境的影响 然后就是在看那个correlation baseline跟什么变化的correlation是负的 也就是说小朋友如果一开始的CU是比较高的话 他们的变化是比较多的 然后如果小朋友一开始的CU比较低 比较低的话他们的变化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去decompose 所以我们就是等于是取出baseline跟变化的variation 然后去套入刚刚前面那个basic twin model 然后去看是因为基因还是环境 然后就是再次的我们并没有看到shared environment 就是共享的环境对于 either baseline 或者是slope有显著的影响 大部分的双方研究其实都没有发现 shared environment在CU上的影响 然后基因的up for baseline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大约80%的baseline 其实是被基因解释的 所以其实基因占了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去解释小朋友的气息 然后剩下的就是不共享的环境 所以有可能是他们特殊的境遇 然后measurement error也有被考量在louch environment里面 然后再来的话是变化的部分 变化的部分就是92%都是因为环境的因素 所以这些特殊的环境因素可能会增加小朋友的CU trade 或是让他们减少 那这就是很有趣的点 因为这代表说在环境中我们只是需要去identify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小朋友的CU造成这样的变化 可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不过那个就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然后基因当然有一点点影响 对于他们的变化是 对他们是怎么变化的 然后它是同样的一个set 所以就是有一个set的基因 它影响了他们的baseline 然后也影响了他们怎么变化 那这就可以延伸到基因跟环境怎么互动的 就是这看起来有点像是小朋友他们本身 基因有这样子的特质 然后导致环境跟他们这样互动 不过那个环境是等于反映他们基因的一些特色 就有可能是小朋友他们基因上 基因让那些小朋友他们的可能早期行为特质 是比较没有情绪 然后不太喜欢跟别人互动 然后就有点像是trigger了之后环境 对他们变化的影响 然后就是有一些研究 他们是用了类似的方法去看 就是baseline跟怎么变化 然后如果他们是延伸早期的同行为 所以他们是看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 比如说从7岁到12岁 那这个研究他们发现 在7岁到12岁的时候 baseline一样是被基因跟环境解释 但是slope不显著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 小朋友大概是在小学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成长上来说 相对比较缓慢 就是相较于3到5岁学年前儿童 或者是青少年那种 有很多biological change happening 然后或者是换学校 然后社交等等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CU确定没有显著的变化 然后对这些也都不存在 那有趣的是 如果你从7岁到16岁看 就是涵盖到青少年时期 他们的变化其实就是显著的 所以这个是有点像是highlight 在学龄圈儿童 我们知道他们的大脑发展 然后练习社交等等 然后跟青少年时期 我们知道青少年时期 也是一个大脑有很多发展的时间 所以这两个时间可能是 我们会特别想要注意 去看他们的麻木型特质是怎么变化的 然后再来的话 它是一个side project 所以刚刚有提到一些早期的气质 那我们就想知道 我们知道每个小朋友 他们的CU变化可能有不同的类型 那有没有办法从早期的 从特质去看他们是怎么预测 CU怎么变化的 所以这边就提到STAR model 它叫Sensitivity and Threat to Threat and Reward model 大家就是想要看小朋友 像前面提到他们可能是特别无畏 就是没有什么恐惧感 然后也有可能是他们的社交方面 没有什么兴趣 那这两个特质 如果你把它画出来 它就会分成四个上线 那我们知道就是各种 psychological trade都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distribution 然后如果你在总结的话 其实就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我们想要看的就是在很多个很多个standard deviation之外 会发生什么事情 CU trade的话呢 它就是fear很低 然后affiliated reward也很低 所以就是他们在情感上连结 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就是特别好的地方 他们对这个没有兴趣 然后他们对于恐惧也很低落 所以这样子就会导致CU trade 然后他们有发现就是不同 pathway 就譬如说如果你是因为恐惧导致CU的话 你所连结到的基因 所连结到的脑区 或者是psychological那种trade 譬如说你可能就是会没有办法 透过恐惧来学习 譬如说你摔破一个杯子 然后你发现别人很不快乐 可是因为不快乐对你来说没有意义 所以这件事情并不会影响到 你减少摔杯子的行为 那low affiliative的话 他们也是有不同的基因跟不同的脑区 那主要就是讲到个体怎么跟环境互动 那我们知道在小朋友的成长阶段 可能家长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好 所以呢 去再测验儿童气质能不能真的预测CU之前 我们要先确认CU它是真的有不同的classes 因为虽然我们刚刚看到了很多individual differences 但它可能并不是显著的 late categorical的区别 所以我们就先用一个class 就是去提取出看看他们的baseline跟slope 有没有办法 组出不同的组别 然后我们测了一些不同的classes 就是说测试组 然后发现三个的话是可以最有效的解释我们的sample 所以我们就使用这个free classes的model 然后在三个组别里面呢 72%的小朋友他们的CU是下降的 然后21%的小朋友他们的CU是增加的 然后7%的小朋友他们的CU是一直都很高 然后所以它如果画出来的话会长这个样子 那有趣的是就是高的小朋友 他们的CU其实也比较高 那increasing的小朋友 他们的CU其实只是比decreasing的还要高 所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7%的小朋友 这个是21%的小朋友 这个是72%的小朋友 那确认有classes之后 我们就用他们在三岁的时候 我们观察到的fearfulness跟social affiliation 所以fearfulness就是看他们 譬如说在stranger situation 如果有陌生人进来 他们是一般是感到 一般小朋友会感到恐惧或是害怕 他们会想要找他们亲近的照顾者 那如果小朋友没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他们是一些fearfulness的小朋友 social affiliation的话 我们是在他们来实验室的时候 看他们有多积极的想要开启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跟别人开启新的话题 所以他们有多engaging social interaction 然后我们结果发现的是fearfulness 有显著的差异 在decreasing的小朋友 他们三岁的fearfulness是比较高的 就是比increase跟stable height的小朋友都还要高 然后在这两次的逐渐 我们是没有看到特别的差异 那social affiliation的话 我们没有看到显著的效果 不过因为social affiliation 它其实是一个很难测的东西 然后social engagement 只是我们找到最接近的那个值 然后想要试看看 我有朋友他是在专门在做 要怎么样更有效的去测social affiliation 比如说他可能用故事书的形式 然后问说在这个情境下 你会想要去跟这个人讲话呢 还是不会呢 所以就是蛮好奇之后 如果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测social affiliation 做出来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那刚刚讲到很多家长教养行为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看看 麻木无情特质跟家长教养行为中间的关联 然后我必须说这个部分的文献其实没有很多 然后也很杂乱 然后我的流降主要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研究 他们是使用express parental wants 跟observe parental wants 所以在研究parenting的时候 这个高显应该更清楚 其实有negative跟positive的不同的家长教养行为 譬如说正向的这样的行为 譬如就是给予很多赞美啊 然后肢体上也是跟小朋友比较亲近的 然后会比较注意小朋友有什么样的需求 譬如说小朋友在聘积募 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跟他们一起完成一些事情 然后或者小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很稳定的提供协助跟支持 那负面的这样的行为 就是相反的他们可能比较倾向于使用责骂啊 处罚的方式 然后有一些是neglect 就是对于小朋友的需求不问不问 就我有看过小朋友在拼积募 然后家长也在拼积募 但他们中间是完全没有交流的 所以那就是会是一种比较negative的parenting 然后这里这篇文章他们主要是在看positive的parenting 然后他们用了两种方式去测parenting 一种是express parental warmth 就是看家长是怎么跟小朋友讲话的 所以就会比较偏向是他们有没有使用一些逆称啊 然后有没有一些赞美 或者是focus在小朋友做的好的地方给予鼓励等等的 然后observe parental warmth的话 他们看的是家长的行为 就是可能志祺语言啊 然后或者是他们有没有时时刻刻在注意小朋友在做什么 attention之类的部分 那他们发现的是 是如果是verbal上言语上的话 正向的这样的行为是可以减少小朋友在三岁的盲目情特质 就是它是一个 好我回来了 然后这个显著的tap就是从家长到小朋友的行为 那小朋友呢 对家长的正向教养好像是没有关联的 但是如果你是看观察到的行为的话 它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就是家长有在影响小朋友 小朋友也有在影响家长 然后这是两到三岁的状态 然后这是正向的教养行为 那另外一个研究 他们很幸运的也是看两到三岁 所以比较可以比较 但是这篇paper他们同时比较了正向跟负向的这样行为 然后正向的这样行为 他们是没有发现任何关联的 反而他们发现的是 CU跟负向的这样的行为比较有关系 然后这样子的效果是从小朋友到家长的行为 然后家长的负面这样的行为是没有增加或是减少小朋友的盲目情特质 那这个研究他们同时放了正向跟负向的教养行为 这边我想提一下 就是正向跟负向的教养行为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一个人是可以有很多很多鼓励跟很多很多责备 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dimension然后两端 他们是比较像是两个面向 然后就是会有四个框框这样 他们看的是三岁的盲目情特质跟六岁的盲目情特质 然后他们这边发现的是从小朋友的盲目情特质 会影响到正向的教养行为 但很有趣的是他们发现这个方向是正向的 也就是说小朋友有越高的盲目情特质 家长在六岁的时候会产现更多的正向教养行为 然后正向教养行为是没有影响到六岁的盲目情特质 那负面的教养行为就是一个相反的pattern 是从家长的负面的教养行为去增加小朋友的盲目情特质 然后小朋友的盲目情特质并没有影响到负面的教养行为 对我觉得这个pass其实有存疑 然后它的p是0.047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很难对replicate 然后这一篇paper的话 他们的时间点就是很random 他们是一岁半两岁三个月跟四岁半 然后那发现的是在27岁 27个月以前 他们的家长行为跟小朋友的CU是没有关联的 但是在27个月以后 家长的这样的行为 跟盲目情测试 他们也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 所以我这边就把它 summarize 起来 所以他到那个 pattern 看起来就是很乱 然后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研究 但同时我也在想 就是他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看的是 between person effect 所以尤其是像当你 获得很多个 data point 的时候 他的 between person effect 就会不断的被显现在 这里这里跟这里 但是我们好奇的是 在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中 他们的家长的行为 跟他们自己的行为 是怎么变化的 所以我们就 oh sorry 这是一篇review 然后他有提到 就是类似前面的关联 譬如说当你想要研究 家长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model你可以测 譬如说他们会不会是 mediating effect 然后或者是moderation 然后或者是 就是crossback 像我们刚刚前面主要在讲的 所以就是有更多 各式各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去检验 好那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between person跟 within person effect 所以我们在想 就是你其实可以先抓出一个人的 baseline 然后那个的话就是每个人的起始点 所以我们想要看的是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 这个时间点到那个时间点中间的关联 然后这个是preliminary result 所以还在研究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是看了三个时间点的CU 跟三个时间点的parenting 然后我们先做positive parenting 这个是parenting的问卷 就关于小朋友你有多正向的感觉啊 就是你在跟这个小朋友互动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开心的 我们发现baseline是负向的关联 也就是说小朋友的CU如果越高的话 在三个时间点CU都是高的 越高的话 他们的正向的教养感觉 或者行为就会比较低 那在每个人 所以这边就是within person effect 因为between person 就是每个人的起始值已经先被拉出来的 那这边就是剩下的 在每个时间点小朋友的CU 跟家长的行为 那我们就发现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在五岁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家长的CU跟 家长的行为跟CU是相关的 然后一样是负向的关键 所以这就值得细评 再来的话负向的家长行为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用了一样model 然后我们看到一样效果也是在baseline的地方 所以它是正向的 就小朋友的CU 目前特质越高的话 负向的家长行为也越多 这可以理解 因为家长会想要去correct小朋友的行为 然后或者是可能也累了 所以就渐渐有点 不太这么喜欢这个小朋友 所以负向的感觉会增加 那我们发现的是 他在四岁跟五岁的时候 所以在那一个specific time point 他们的妈母型特质跟家长的行为 他们中间也是有连接的 对然后这个研究 我们最终想要做的事情是从 家长报告他们自己的行为 跟我们在实验室观察到的行为 然后去比较他们会不会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家长作为当事人 他们可能没有就是那么客观的评论 有一些家长可能对自我要求很高 然后他们如果觉得小朋友的行为 一直都没有改正的话 他们也会就是对自己产生疑虑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也很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CU跟一些行为上的问题 应该大部分的人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CU他可能会 对于长期来说 比如说delinquency 然后犯罪行为等等的 可能会有影响 但他们其实在比较短时间内 譬如说CU可能是会跟其他的行为问题 一起产生的 这个是从我非常崇拜的一个老师的演讲里面 截取出来的 然后这个是他的影片 就是如果大家好奇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 他是怎么讨论的 为什么变成Succo的 那CU的研究最狠奇 是在研究conduct disorder时候发现的 conduct disorder讲的就是那些 特别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但他们是在临床上面 就是有显著意义的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对 譬如说他们可能会霸凌别人啊 可能在教室里面会不守秩序 可能就是对于家长的管教行为 没有什么反应 那这些小朋友就是家长 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会带他们去看就是医生 那他们可能就是获得这样子的诊断 那所以他们在研究 有conduct problem这些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发现其实有两群小朋友 有一群小朋友 他们没有麻木性特质 有一群小朋友 他们没有麻木性特质 然后他们发现在基因跟环境上面 造成这两群小朋友 发展出conduct problem的原因 其实不一样 对 所以呢 他们发现在 没有麻木性特质的小朋友里面 其实环境是 共享的环境是有显著影响的 也就是说有某些特殊的环境特质 是sort of can predict 小朋友会有conduct problem 譬如说早期的负面经验 像是被家暴啊或是他们可能过去有被 霸凌等等这种负面的环境经验 是有可能会增加他们最后也发展出conduct problem 但是对于有麻木性特质的小朋友 这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基因 跟一点点的环境 但这些环境是就是对个体独特的 所以在研究方面就会比较困难去找出那些individual 对象 然后在教养行为方面呢 他们发现如果是有conduct problem的小朋友 然后没有麻木性特质的小朋友呢 家长的教养行为 譬如说他们花多少intention在小朋友身上 跟他们的conduct problem是有一个线性的关联 但是对于有conduct problem也有麻木性特质的小朋友 家长的行为比较像是一个law association 就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这的确也在intervention的时候有发现 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做conduct problem的intervention 对于没有麻木性特质的小朋友 目前现行的intervention是比较有效的 然后对于有CU的小朋友 他们的这些 就他们之前发现intervention没有什么效 所以他们现在就发现 要真的去很customize 然后target那个小朋友的需求 所以他们作为就是parenting coaching 譬如说让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在诊疗室里面 然后智商师会给他们一个麦克风 不是耳机 然后他们会远端就是告诉家长说 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 譬如说家长小朋友需要被处罚 那你要非常坚定的执行你的处罚 他们才比较有可能学习 再来的话呢我想要zoom out一点点 就是关于各式各样的外显性的小朋友的行为问题 就是external lightning problem 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然后喜欢调皮打蛋拍宝 欺负别人之类的 那我们发现其实irritability跟causeunemotional trade 感觉是两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然后我觉得irritability很有趣 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太广泛的特质 就是在terrible 2 terrible 3的时候 每个小朋友都是irritable 他们每天就是要发一次脾气才开心 然后causeunemotional trade相对来说 比较少看到在小朋友身上 但他一样在三岁的时候有点像是大部分小朋友 就是特别反射回家那个时间 所以我们就还有起这两个特质 对于儿童的行为问题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这边有大概list out他们可能的mechanism 比如说seutrade的话 他们主要是proactive regression 比如说他们就是想要主动的去攻击别人 他们在攻击别人 看到别人难过的瞬间有一种快感 那irritability的话 他们比较偏向是reactive regression 所以就他们可能侦测到环境上的危险 他们为了想要自保而产生攻击行为 然后在情绪的理解或是调节上面 其实麻木无情特质的小朋友 他们是没有办法爱与自己的情绪 所以就有点像是刚刚讲到 他们可能看到别人生气会开心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生气是什么感觉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辨认那个情绪 然后是学习那个情绪 那irritability主要是跟情绪条件有关系 就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行为 他们可能生气之后就是一直很生气下去 对然后也连结到一些学习上的过程可能会不同 比如说他们没有办法 麻木无情特质的小朋友没有办法配合他们的刺激 跟reinforcement的连结 那irritability他们比较像是过度关注在获得奖励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就是会太focus在讲得失性太重吗 然后所以当他们没有办法立即得到他们想要奖上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起气这样那他们连接到脑去就是纤维不同 所以就有点像是告诉我们它在psychologically跟biologically好像都有不同的trend 所以呢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是想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就是百分之多少这三个东西是完全overlap在一起 那怎么样的情况下是cu或是irritability有一个独特的track去影响到behavioral problem ext是extralizing behavior problem 那所以去回答那个问题我就会使用这样子的model 这是一个trelasky model 然后它基本上是做三组基因跟环境的factors 那第一组的第一组第一个set 它就是会去抓出对于三个variable他们共同的成分 所以它就是会是一个common factor 那它就可以解释刚刚那个文式图中间大家都overlap的那一块 那我们更有兴趣的其实是cu跟irritability对于行为的unique effect 那这样子的话会在第二组基因跟环境的factors里面被呈现出来 因为这样子的话当你已经把common的东西抓出来 第二个set就是专门去看cu跟behavioral problem中间的连接 所以它就会独立于刚刚overlap的部分 那在文式图里面就会是两个factor中间特别overlap的那一块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想到如果是想要看irritability的话 其实我们只要把你放入model的variable的顺序把它改变 那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排的话 在第二个set里面就会是irritability跟行为问题中间的unique effect 好所以我今天大家就是分享这些content 然后 takeaway的话就是大家我作为一点试调 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还有很多未接的谜团 然后这的确是真的 尤其是在早期的儿童就是可能资料比较难取得 然后譬如说大部分的时候你可能要仰赖家长的rating 那他到底准不准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需要更多的研究 然后我们的确发现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在基因上面是比较porn to see you 就是see you的尤其是baseline 就是很大一部分是被基因解释的 那环境上的影响呢 主要是对于每个小朋友独特的那些环境影响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研究主要就会想要去identify 是怎么样独特的影响造成小朋友增加see you 譬如说可能就不是parenting overall 可能是sensitive parenting 就是家长怎么跟每一个小朋友之间特别互动 那那部分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特别是看的 而不是一个overall 所以他们大概是正向还是正向等等 那儿童气质的部分呢 我们发现fear是可以有效的去predict 小朋友之后see you是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能在早期做评估的时候 可以考量的一个点 然后parenting的话就是很很繁杂 那刚刚讲到那一些correlation 就是我们如果是在finotivity方面看不出 他们的效果到底是从小朋友到家长 还是从家长到小朋友的话呢 其实从twin study就是behavior genetic这种模式 其实我们是可以进一步去探讨的 因为如果家长的教养行为是可以被小朋友的基因解释的话 那其实他一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是是小朋友去evoque家长展现某一种特殊的教养行为 譬如说可能是小朋友的特质 譬如说他们就是特别的无畏 然后家长为了要增强让他们学习的力道 可能就会增加负面教养行为 不过这一切就是还有待验证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同时CU跟conduct problem都很高的小朋友 在临床上面会需要特殊的intervention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在治疗的部分 可以跟直上室或是衣室沟通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其实不是所有有CU trade的小朋友都会做出犯罪行为 对吧 因为像刚刚前面讲到的psychopath 它其实也是一个蛮中性的词汇 它主要 我们主要想要呈现的是一些特质 所以这些特质如果被应用在好的地方 它其实是有可能去让小朋友achieve一些更高成绩的东西 所以其实有一部分我跟我老板在讨论 是想要做研究prosocial behavior 然后研究怎么让小朋友变得prosocial 还是要研究怎么样减低他们的CU trade 我其实觉得不应该要完全抹杀掉CU trade 因为我觉得人类这样子的特质 应该有可以用的地方 就是我们需要去想象这些地方 这样子的特质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是可以被最好的利用 好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然后这个是我的blog 就是会记录一些研究成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去乱的话可以看一下 好 谢谢益慈 好谢谢益慈 我们今天很精彩的演讲 就是过去这一个非常完美的时间的掌控 在过去这一个小时的演讲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 所以我想我们就大概分这两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现在还在录影之中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想要在这一段时间提问的话 那我们先可以提问 那我会在我们可能十分钟之后可能就会结束录影 那我们可以有第二部分的提问方式 就可能会比较自由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如果有任何人想要提问题 随时请你直接开启你的麦克风 然后来提问 那如果你不方便开麦克风的话 你也可以写在chat room上面 我也可以帮你来提问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现在就是提问的时间 你好 我是马尔克 然后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之前在台大心理系 担任过一阵子的研究处理 这样子 然后刚刚最后提到那个good psychopath 我其实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 psychopath 它定义上来说 它是一个会伤害别人的一个特质 那随便举个例子是 比方说职场霸凌 就是他可能会 假设他是一个有权利的主观好了 那他就 他可能会 就是 欺负自己的主观 会让自己的 会让自己 欺负自己下属 让自己下属 就是很不舒服这样子 那 好的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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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 我刚提到 我刚听到有关于 就是六岁七岁以后的研究 不过我之前听过的一个 我之前听那个 Jordan Peterson 他他分享的研究是说 Psychopath他在四岁以后 就是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受到 严格的导正的话 他会定性 就是说他 就是说Psychopath他会 他会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 行为层面 他会他会打人的那一种 那那种呢 他会很容易被社会排挤掉 他被排挤掉之后 他他基本上 他就是要 要么就改改正 要么就是 要么就是他永远就是被排挤 然后他就 就会没出息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 就是他社会化 就是他 他懂得去查研官色 他知道说 呃什么 就是在在在 一个权利的场域里面 就是 呃老师有权利 所以我要怎么样 利用老师来达到我的目的 那如果说他社会化之后 大概到五岁之后 几乎没有任何 有办法去可以救救他 所以他长大之后 就是他就会 几乎可以肯定 他就是会做 不好的行为 或是犯罪性 然后 所以我 但是因为我刚 Google Scholar School了一下 我我他他 那应该不是他做研究 但是我也不确定 那个研究是从那里来的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 所以我 我想知道说 关于Sycopath 尤其是社会化这个层面 他 他超过五岁之后发展 他是 呃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 有什么方法是可以 就是协助 就是协助 矫正的 大概这样 嗯 我觉得是很好的问题 不过我想要 就是 也就像我在最一开始讲的 就是Sycopath 它 算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汇 只是它有点被大家混用 就感觉很像用Sycopath 可以给别人贴上一个标签 那的确有Sycopath 他可能在 成长的过程中 还有被搅奔 或者是 学习到一些比较社会化的历程 就他们可能 心理的某一个角度 心理某一块 还是想要做出一些很反社会的行为 但是他们知道说 就是 这样子不行 或者是他们就是 渐渐的没有兴趣了 那你刚刚讲到那些 可能在职场上霸凌的部分 那就要看他多么影响到他的 日常生活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 有一定的几率 会被贴上反社会人格的标签 那还会是一个比较clinical的程 我其实有最后一张slide 就是我原本要放 他就是有一本书 他那个人就是 他其实是Psychopath 然后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律师 然后他在讲说 就是其实4%的人 应该都有Psychopath的特辑 这是就是基于一个Psychopath的问卷 做出来的 所以就是这个人其实是 很明显多于一般的犯罪者 那也不是所有犯罪者都是Psychopath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combination 然后在发展上面 的确他在3到5岁的时候 是比较flexible 也就是为什么 我会想要特别做这个时间 因为我的确很想知道 是什么样的因素 或者是譬如说 什么样的factor 我们可以去接触他 那5岁之后就没救了吗 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之前去就是Psychopath的研讨会 然后澳洲有一群研究者 他们就是特别针对于 怎么样去coach parenting 然后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 有CU有CD的小朋友 那他们发现是有效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很详尽的protocol 比如说你要特别专注于 父母什么样的行为啊 他那个影片其实蛮震撼的 的确就是他有两个room 然后小朋友一开始 如果不停话的话 就会把他们放到椅子上 然后有点像timeout这种 那如果小朋友还是不停话 然后他们会直接把小朋友 锁到另外一个房间 其实是很激进的治疗方法 可以看到小朋友真的是跟父母在里面搏斗 所以有没有效 长期来说应该是有效的 但是在你没有治疗之后 这个效果又可以持续多久 就是还需要更多研究 所以治疗方面应该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只是当然不见得像三大五岁那么有效 这样子 希望有回答到 好谢谢 我想要请问一下 我是Sunny 我想要请问一下说 我完全不是做这个行业的 那我想要知道说 当你到四岁五岁的时候 多数的小孩会开始进入比如说幼儿园 然后甚至跟大家们会进入学校 那我想知道说 这样子的环境 因为你基本上三分之一的时间会在学校里面 那你会什么建议比如说老师 或是这些小孩 有没有需要去特殊教育的环境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有想到要问这个问题 不过因为我们的sample 大部分小朋友四到五岁 他们就是还是在家里 因为他们可能 就是波士顿这个区域家长的薪水条件可能比较好 所以比较没有需要两个家长都去外面上班 就是这个情况比较少 所以其实很多到四到五岁 我们发现他们还是在家里 所以我就缺乏那个部分的data 不过我觉得这又回答到一个 就是小朋友发展过程中 到底在什么时候 你要把他们跟别人区隔开 就当然他跟别人 就是大部分的 可能90%的 like normal people 互动 在这样子的环境跟经验之中 他们其实是可以学习到一些 蛮有意义的资讯 就是虽然说他们的学习条件 可能不是这么好 他们在于build up别人的 怎么讲 威胁或者是别人的恐惧 他们在pair这个东西过程中 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学习并不是只有 最一开始那种 classical或是operative conditioning 就是observant learning 也可能是作为其中一个机制 所以我个人并不觉得 把他们放到特殊教育环境 是一个最好的新闻 不过这是个人观点 了解 就是延伸那个问题 因为我是在英国 那我发现其实多数国家 可能四五岁的确是会呆在家 但是英国很奇妙是他们四岁就会送去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sample 我想英国可能是会不错的base 因为至少我知道 好棒 因为至少我知道 多半四岁就会送去nursery 很有道理耶 我有一个collaborator在英国 我到时候来问他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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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是陈佑 我想问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 我想要知道CEU这个特质 它在整个population的分布是长什么样子 以及说它可能在各个国家 也许像你刚刚有提到的meta analysis 应该不是meta analysis 应该就是一篇review 它应该是在英国吧 我看它 它好像是有Oxford 然后也有Michigan 然后我就在好奇说 它会不会有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些差异 那我觉得这个也应该也是 在可能儿童发展 或者在讲儿童的特质 或者说attachment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很常触及到的一个议题 就是到底会不会有不同国家的差异 或者说不同国家是不是 就是它表现出来的那个形式 怎么样去侦测 其实是会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我想要知道说 有没有可能他们在分布上面是有些不同 然后导致说你可能看了各个不同的研究 然后会导致他们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或者说你所谓可能在譬如说可能在parenting的地方 你会感到比较杂乱的那种结果 会不会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了 就是我非常中意 不过目前CU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欧美国家在做 那也是一部分我想要用中文来讨论这个话题 我想看有没有人愿意收到这部分的资料 因为我很好奇 尤其是文化差异 譬如说它大部分在小朋友身上是靠parent rating 所以家长对小朋友的期待 这也是解释的很大一部分 那如果你是用问卷去探讨的话 你测到的文化差异 到底是小朋友本身还是整个社会环境 但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被解答 然后如果要问population的话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用categorical的approach去看 因为像如果我做那种class analysis的话 它有百分之七十几是low CU 你觉得那个有办法去reflect 就是看不同国家他们的class percentage吗 我其实一开始只是想说就是CU这个特质 他是譬如说他是常态分布吗 还是有多少比例的人是怎么样 就是我比较想我只想要知道他 就是可能有多少的人 他是会有高CU的特质或是有低CU的特质 然后你觉得多高可能才是会是比较危险的特质吗 然后或者说你被分类到不同的class 哪个class是可能未来比较有可能会发展出 可能psychopathy的特质或是倾向的人之类的 就是我比较想要了解一个就是整个族群上来看 然后一个比较概括的描述 这是很好的问题 就是大部分都是zero inflated 有很多很多的zero 大概你收到的data里面有50%都是零分 是 对 然后大概百分之30 没有那么多 对50%是零分 然后大概百分之二三十会是一分 然后再来才是二到九分这个阶段 大部分看到的 对 然后你会把这全部的资料都丢进去 还是你会把zero inflated ok 所以zero inflated的资料都会丢进去 对啊 因为零分是有意义的 对 他会拉出那个variation 我可以理解 ok 好 对我只是不是很确定说 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很长时候统计学上 zero inflated的资料 会可能有些处理上的问题 但是这个部分我没有到 很有研究 那所以是所以是所以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做 为针对这个部分做出评论 这部分我也还在学习 不过大部分的model其实是可以handle skill-ness的 然后会依据model的需要有时候会transform data 但零分就永远都是零分 所以目前看起来并没有被criticize太多 ok 好 先问到这边 那看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问问题吗 可以啊 其实就是关于parenting那里的研究 其实我个人听起来 我觉得因为像每一篇研究 他用的指标 他虽然全部都讲他是positive parenting 他所谓的positive parenting 他里面用的那些做法 其实并不是那么相同 那有些其实是讲说是表现正向情绪 那有些是讲的是别的事情 但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建议是 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做文献回顾 是不是可以把它分类一下 就是比如说positive parenting 因为他是表达正向情绪 这我们认为这是一部分 但另外一部分其实还有setting routine 或者是family routine 这些东西 其实他也算是positive parenting的一部分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同的component 会对你的CU这个特质是有所影响的 然后尤其是在negative parenting 这件事情又差别又更大了 但有些我们有些是讲说 什么叫做negative parenting 有些人是violence parenting 有些人是negolence 就是那种截忽视小孩的那种 parenting 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 可能就是那种忽视小孩这种父母 可能对你的CU特质的关系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但我觉得如果你可以 我不知道目前CU的parenting的研究 大概做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如果觉得 你可以把parenting 把它做成不同的component 去做讨论的话 可能可以让你的discussion 就是你在做这些文献回复的时候 会让他会比较有一个 你可能会自己 他其实是有某种 在告诉我们某种故事 只是如果你可以把它分 分割出component的话 你可能会得到更细节的故事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我觉得对你自己的研究来说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comment 就是我觉得像你刚刚在讲你的parenting的变相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你刚刚讲说 这家长在跟孩子之间 他感受到正向情绪 你把它视为是positive parenting 这个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比较像是parenting advocacy 或是parenting 他对于parenting这件事的满足的程度 所以我不知道你如果把从 真的去看一下你的parenting这个变相 因为他未必是一个parenting behavior 他其实是parenting的过程的parenting cognition 或是parenting的well being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可能会有得到 你可能会有别的心得 就是我个人的小建议 然后尤其是 特别是在你的negative parenting 这个部分 你其实有特别讲到说是家长 他可能看到小孩子之后 他会有一点想要distance 或者距离一点小孩子程度 其实他其实是一种absorption的表现 他其实是一种家长在这个 亲直环境的情绪表现 那其实他是一种压力 亲直压力的某种的症状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你的parenting 可能比较不是parenting behavior 他其实可能比较是parenting parental well being 所以可能这种角度可以帮助你去解释 我不知道我没有 我还没有仔细去返出你的研究结果 所以可能你从你真的去仔细去探讨一下 他的定义化可能可以帮助你去收敛不同 研究之间的关联性 那其实我好像讲太多 这是我的感受 我的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就是关于 其实你在讨论过去文献的时候 你有谈到说 小孩子的行为表现可能会预测家长的 亲直行为 那其实这件事让我回头去想一下 你所谓的精英的研究 就里面有一个shared 你们讲到共同家庭的这件事情 把它视为是一种共同的environment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反思去想说 不同的小孩 家长可能会有不同的教育行为 所以三号所谓的共同环境这件事情 要怎么去区分这件事 要怎么去厘清这个差异性 比如说像你刚刚自己在做meta analysis 不是你 就是文献在做meta analysis 就有呈现出来小孩的行为 然后会预测家长的教养行为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厘清这个落差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其实是有一个落差 如果它怎么还是一个shared environment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吗 好像也不是一个问题 but anyway 我不知道 你可以帮助我厘清这个discrimination吗 你听起来很像在我的community上面 就是关于那个parenting variables的部分 对的确我们的问证是parenting parental feelings 所以它的确比较像你刚刚讲那个自我感觉 或是emotion的部分 然后因为我们的确有行为data 那个部分应该可以比较算是parenting behaviors 但我们最一开始当然是希望两个东西major是一样 然后想要比较like rating rater的effect 但我觉得如果是看不同的面向好像也蛮有趣的 然后前面我讲的那些问题 他们大部分是用alabama panding question 的一个脉络 所以 对 我觉得他们 我刚刚讲那些研究 他们用的measurement 其实蛮相近的 然后我用的是另一个 但一样是限于就是database 有什么我就老什么 一个非常practical的问题 然后 我觉得那个share environment 是个很棒的点 对的确蛮多人会觉得parenting 好像是一个share的事情 就是可能家长他们的personality 他们习惯的风格 但 其实在behavioral genetic 我们比较倾向把它分像是 算成是non-share environment 比如说大家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 就可以想像你父母怎么对你 跟怎么对你兄弟姐妹 其实是蛮不一样的 那这个其实算是一种好的parenting 因为代表他是sensitive 对于每个小朋友的个人特质 然后给予不同的parenting 所以 在我其实是没有期望看到share environment 尤其在负面的家长行为 正面的家长行为 是有share environment 因为你想像 如果你今天这个小朋友 做了一些很棒的事情 你想要抱抱他 那你看到另外一个在那里面 会抱他 尤其在想抱他的情况下 但是今天这个小朋友 打翻他的碗 你不会同时两个一起出发 所以这就是sensitive的地方 然后会是non-share的 谢谢 那我们第一阶段的问题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 想要在这个阶段来问问题 就在录影的过程中来问问题 我们等个十秒 OK maybe没有人要在这个阶段 继续问问题 好 那我基本上就现在就会 马上关掉录影 然后我们马上有自由问答时间 好 好 在这个阶段